台湾就读东南亚管理硕士的都同学 除了涉略管理学程也增进语言能力 在越南普遍的教育环境下 语言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为了要在越南找到好工作 从小就得开始扎根 而要挤进当地的外国企业工作 学历也是唯一途径 只要经济能力允许就会出国留学 现在是比较多 越来越多 我以前是没有计划到台湾 可是觉得因为现在有语言 有另外一种语言就找工作是比较 性质比较高 然后机会也比较多 在越南很多家长也有注意到 要从前级的学习开始培养 在进入求学阶段 各领域的学科也很广泛 甚至补习找家教都是常态 以我们家里的那个规划 帮他规划就是从那个小学到高中 这12年就是要读那个越南正规学校 然后一定就是在那个高中毕业之前 要有那个英语 要懂得英语 英语跟中文 就是这两个语言 就是这样 然后高中毕业之后的 就是他要学大学的嘛 大学的话就是给他自己去学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显示 整体的学习成绩来看 越南学生表现不仅胜过 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学生 还超越了英国和加拿大的学生 以经济水准来看 越南远低于英国 甚至也输给临近亚洲国家 但却在学习成绩上 迎头赶上先进国家水准 事实上越南的这种整个教育的制度 我想跟台湾早期 事实上是非常的接近的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他们事实上也是有12年的义务教育 那整个越南在教育体制方面 事实上跟台湾非常相近 就是他们在整个师范体系 相当的完整 那除了这个之外 事实上他们在对老师们的这一种 相关的这种评量 或是例如说教学的这种的研习 事实上都投注了非常大的心力 很重要的就是说 他们对于整个教育的投资 事实上是非常的巨大 举个例子 他们对于各省的教育的制度 事实上是要求是五分之一 是百分之二十 台湾的我们的教育的占 整个国家的GDP 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二点二 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 也曾经针对伊索比亚 印度密鲁和越南学生 做相同测验 结果五到八岁区间 越南学童的成绩遥遥领先 另外在智库全球发展中心研究 在87个发展中国家中 从1960年代以来 有56个国家教育品质都下降 但越南是其中少数教育品质 有所提升的国家 专家分析主要是越南的早期教育 学习领域广 再加上政府投入教育的资金相对多 成为一大助力 他们的这个研究事实上是以学童 就是可能是比较小的这种小学 那事实上在大学的这个表现 虽然他们现在大学的就学历 可能大概百分之三十左右 可是整体来讲 因为高等教育的部分 事实上越南跟其他国家的竞争 事实上还是有一段的差距 所以举个例子来讲 专家也分析产业趋势需要的科技人才 管理人才 越南还是相对不足 要让教育提高经济成长 恐怕还得在高等教育体制上下功夫 TVB新闻和家人 游君台北采访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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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